7月24日14时22分 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壁姚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发射 当前正值暑假 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观看火箭发射 文昌市龙楼镇 汽水湾 人山人海 民众在沙滩上早早架起长江短炮 准备记录火箭发射的全过程 我和同事都是在深圳工作的 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得知了文昌要发射火箭 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验舱 然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们就在周五晚上然后连夜开车 这次我们也是一家三口从南京专门过来嘛 因为正好这次是暑假 然后就时间上比较好 就是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嘛 就是这次的话想亲眼现场看一下 还一个就是带小孩过来去感受一下吧 位于龙楼镇海边村南海港的云卷云书海景客栈 当日上午不断有客人入住 据客栈主人住影介绍 除自己的客栈外 周边的农家乐餐厅也很火热 整个龙楼镇几乎都是一房难求一桌难求 这个客流量还是很可观的 我们好像发射期间22号到26号的房间 是提前差不多两个月就已经是预订完了 然后入住率的话是每天都是满房 一直持续到现在 持续到这个月完都是满房状态 提前一周就赶紧抢上房间了 就担心别再订不上 因为一到火箭发射 肯定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边 所以说房间上就会比较紧张 然后我们也是提前一周订上了房间 亲子家庭除现场观看火箭发射外 还希望借此机会 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航天知识 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然后呢又是周末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 顺便呢我们也参观了一下 这个航天城的一个科普中心 然后让他体验一下 就是这些航天之类的一些知识 感受我们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